礼貌和尊重是境界和修为啊 现代人不注重礼貌 也不懂得修养 台长讲一个小故事 有一个女青年经朋友的介绍 跟男方谈了一个星期之后 被男方的父母亲邀请到男方家吃一个饭 男青年为了显得隆重 把他们家所有的长辈都请来了 酒足饭饱之后 这个女青年在回家的路上 男青年非常高兴的问 你看我们家族对你多好啊 你对我们家族的印象怎么样啊 这位女青年很不懂礼貌的说 啊 我不得不佩服你们家基因的强大 那个男的说 为什么 女青年回答说 我发现你身上有你们家族所有人的基因特点 男青年说 真的吗 你能不能说得具体一点呢 这个女青年说 你继承了你妈妈的懒 你爸爸的丑 你奶奶的唠叨 你爷爷的抠门 你外公的坏脾气 你外婆的小心眼 学佛人懂礼貌 学修养并不是示弱 而是一种美德和一种厚道 是一种学佛人的善良的本性 学会低调 它是一种能力 在人间抬头需要抵气 低头需要勇气 我们人要拿得起 需要你的眼界 放得下 需要你的境界 生命需要珍重 善良 需要保护 珍惜 需要担当 做事 需要有恒心 做人 需要有德性 生存 需要善缘 生活 需要善举 学佛 需要智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